陸前我們臺灣每天缺的機能 才開始五十萬到八十萬列 而且北部缺能比較嚴重 農委會標示會先全安靜靠機能 不過現在全世界都在的潛能 最近是真不簡單 剛才歐洲路頂端 頂到五百萬列 加上把這個入者來調機能進來 三個應該就能穩定了 民眾四個北部機能 他們去民怨 農委會二三個部 調開記者會強調 因為只有這個 黃茂基頂頂的因素影響三樓 各國都缺能 第一期會先全安靜靠 向二周來賣五百萬列的機能 另外也會向加工夾借來調度 新改國不正缺能的訴求 農委會標示 三個月就能保住 每天都欠五十七八十萬兩人的空房 中等級部分 也會到立憲會 夾造機能改善傳統開放的市街場 改建造非開放 還是水連失環境控制的街場 同價格多到極端企業的影響 但街場也說 目前每天都有一萬兩千收 其實比去年同期的十萬七千收 比較多 欠人的冠因 可能產自身錯誤 民眾多買都有關係 頂部處也說民眾實質改變 也讓訴求大量增加 我們透過十年來的統計數據 我們就可以很明顯地觀察 一年大概百分之十 現在增加到 剛剛我們講的十二到十八 所以有非常多的寒淡製品 跟加工業者在使用 所以都整體造成我們雞蛋的需求 越來越高 調報處表示 由於個人因此改變 對兩百一的需求增加 都作成雞蛋的使用量來提升 這幾年他也發覺說 新郎、島主、市街場的比率是上座的 未來也會到達富度 再來街場來轉向 新產、資產的機能 這樣素量的計算 也會越來越準確 記者 等下我們收看 台北蔡英文報道